说句实在话 这位大哥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儿 接受大家所有的指责 不是因为他的抵抗能力有多强 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51岁 但他比我们都帅都年轻 大家不觉得吗 其实51岁的年纪不重要 关键是人家看着比我们都年轻 我比他小9岁嘛 他显然看着比我年轻嘛 年轻就是资本嘛 就拿得出手嘛 对吧 你虽然比他小十几岁 你看着跟他也差不多是同龄人 说白了你们两人所有的行为 就是在等你的母亲和他的父母 百年之后嘛 有两套房子 如果以今天你们对自己的认知 你们对人生的复盘 你们肯定不会再有钱买新的房子 你们大不了也就是租房子住 所以到头来他父母的房子和你母亲的房子 的确最后就是落你们手上 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没这么想过 他们即便是不劳动 不心情工作 最后也不会期无定数 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你为了孩子自救也好 他不要为了所谓的痴心妄想而慌度时间也好 这都没用 如果我们说话有用 你们的事不会到这儿来的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他跟母亲搞好关系 对吧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 那你就可以问问自己 一个拿两千块钱的七十岁的老人 他要怎么省吃俭用 才养得起一家四口 他不吃变质的菜 怎么可以 你光水费就一两百 他如果不这么省 怎么养得起你们四个人 他不自己吃那变质的菜 他怎么养得起 我问问这位大哥 我问问你 拿两千块钱给你养四口人 养一个家 你怎么去精打细算 怎么过日子 你回答我呀 回答不上了啊 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场景 刚才已经给了照片在那儿了 你说你们房间挺干净的 老人家房间是那样 你说老人家不让你们进去打扫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他如果不省吃俭用 他不居住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面 他怎么可能维持你们现在的生计 我也不要求那么多 也不要求你跟他要离婚还是怎么着 但你自己要找工作 你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 但你要找工作 因为他养不起孩子 你得养 对不对 如果你对你的母亲还有一丝良知 你不要让老人家在余生之年 过得特别难受 你说呢 别的就不多说了 至于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有点 好 谢谢陀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